时至今日 国内依然有人形容 非马来人是外来者 这个字眼听在雪州 苏丹 沙拉夫丁殿下的耳里 全是因为人民对社会契约 一知半解 才会被政客洗脑 是的 殿下就强调 各族人民全是一体 这是马来统治者也接纳的事实 殿下还谴责不负责任的政客 为了一己私利 哪种族宗教课题三封点火 选民应该放弃这些人 政客才会开始收敛 国家独立已经66年 一些人给非马来公民 贴上的外来者标签 迄今仍未完全失去 对于外来者这个字眼 雪州苏丹 沙拉夫丁殿下归因于 人们对社会契约一知半解 倘若遼如指掌 任凭政客如何挑起 种族和宗教课题 人民都不会轻易被洗脑 并且会相互尊重 殿下配合78岁华旦 接受新报星期刊的专访时说明 自从1957年国家独立 定立了社会契约 非马来人就不再是外来者 马来统治者也接纳 所有人是我国公民 各族全是议题 多元文化熔炉也保留至今 国家文明因而更加丰富立体 多元文化价值观和背景是国家团结的力量之一 必须捍卫到底 殿下感慨 不只是社会契约 许多人连国家原则和联邦宪法描绘的建国精神 同样不了解 针对种族宗教和王室三R课题方面 殿下抨击不负责任的人 尤其是政客 为了一己私利 不惜煽风点火 殿下认为 唯有当选民不投选他们 政客才懂得收敛 殿下也担忧 倘若不妥善遏制三R课题 恐怕会撕裂国家和平 特别是当种族和宗教课题交织一起 那会是非常危险的事 人民会互相猜疑 无法和谐共处 殿下还建议政治人物 成为选举候选人之前 应该熟知国家法律 国家原则和社会契约 才有资格当一名称职的人民代义士 在提名之前 候选人也应该接受体检 才不会在选后咒试 浪费公堂举行补选 此外政客受促 停止浪费时间 在政治斗争 也不应该攻击往事 殿下表明 他不容许政客编造故事攻击自己 外界也受促 不要轻信这些谣言 另一方面 殿下指出 英国摇滚乐团 酷玩乐队等欧美歌手来马演出 可为国家带来可观的收入 但却遭到伊党和其他组织抗议 结果有的外国歌手转战印尼和新加坡市场 明年在市场连开六场演唱会的 美国天后泰勒斯威夫特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到时邻国将赚得盆满钵满 而我国政治人物有必要向人民交代 这些收入损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收入 双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进行 双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进行 双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进行